欢迎大家收看国恒电信的频道 相信大家等这部Vivo的X6都等了很久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看 这部机就是全新原封 未开过的 贵筒式的设计 包装很特别 拉出来 拉出来就看到这一层 包装的用料很足 这个很漂亮 很实质 这些像毛绒 漂亮 真是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壳 好像素皮一样的款式 按下一封 这些是有线的 80W的快充 机背的材料 同样都是素皮 一共有三颗颜色 这一颗是灰色 一颗是浅蓝色 一颗是黑色 LED flash 也有三颤 后置是四个镜头 其中一个是浅网色镜头 这一颗 看得出的 是用上彩丝 T星度膜 稍后我们再讲讲镜头 看看这部机先 喇叭槽的设计也挺漂亮的 我开灯就会看得清楚了 这个喇叭槽 这个卡芯 这个位置就是额头 额头是有IR红外线发射器 手机的左上方有个正音键 你拍摄上去 就可以一见正音了 电话也是预装 Origin OS 多个语言版 繁中香港有的 Vivo X-Note的卖点 一定是它的萤幕尺寸 是有7吋那么大的 记得几年前 Vivo曾经出过 Vivo NEXE 升降镜头 当时那部机 也是一个大屏幕之串 我有个客人 那部机用到现在 直到 今时今日 终于换机 他就买了这一只 Vivo X-Note 7吋 是21比10的黄金比例 屏幕也是用上最好的材料 有10亿的原色 显示 还有2K的画质 再加上是用上E5的材料 OLED E5 省电 还有过滤蓝光 如果你有需要电竞的话 他也是有的 有120克的萤幕刷新率 和240克的萤幕的触控率 他的刷新率 他可以根据 他的AI 可以根据 你用的场景 去自动调节 hz数 可以做到一个省电的效果 我们看看 X-Note的电池这一部分 手机是内置 5线电量 开箱时有说过 80W的有线快充 0-100 充满 只需要32分钟 同样 X-Note 支援50W的无线快充 亦有10W的反向 无线快充 是帮其他无线装置 充电 5000电量的机身 它的厚度 只有8.37mm 这个机身很轻 只有216g 大网机加大电池 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是十分之厉害的 又薄又轻 我们来看看手机镜头这个位置 整体设计是一个大圆圈 圈里面有4个镜头 是用上 彩斯 T星杜莫 这个光颗镜 有三盏LED 光颗镜 主力镜头是有5000万像素的 是有OIS的 还有4800万的超广角 1200万的人像镜头 还有800万像素的 浅望式镜头 同样都是有OIS的 5倍光颗变焦 最高可以去到60倍超级变焦 这部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是隐蔽模式 只要开了隐蔽模式 就可以关掉所有手机镜头 还有麦 包括定位 你就不怕射到秘密 在指纹解锁方面 是用上3D超声波大面积指纹解锁 双喇叭 这里一个 下面一个 IR红外发射器 这里有 在顶部 机顶 NFC也有 IP68 防水防尘 也有 最后我们看看它用什么芯 大家看到它用上 SnakDragon旗舰8Gen1 这个处理器 制程是最新的4nm 这个制程 同时它加入了 Vivo自己研发的 V1显示芯片 有了这个显示芯片 可以分担GPU的负担 可以同时提升这个画质 和GPU的功耗 都是大幅优化了 即是有好过没有 加强了这个画质显示 还有用上最新的Andra 12OS 底层 最后就提提大家 其实电话的生命周期 是十分之短暂的 可能就几个月就会出另一款机 至于 大屏幕7寸机 它会不会出后继机呢 很难说的 因为看回 之前那些例子 中间都是需要隔很久 才会出第二部 新款大屏幕机 所以现在有一部7寸机 大家要好好珍惜 如果看中这部机的话 想购买 可以联络我们国恒电讯 我们的WhatsApp联络 number 是97964328 多谢大家收看今期的 Vivo X-Note 手机介绍 多谢 拜拜